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家伙们分享一道粤菜的家常菜 黄花菜蒸滑鸡 首先我们准备80克左右的干黄花 用冷水泡上30分钟 今天在市场上买了一个大鸡腿 洗净后我们用刀首先剁出鸡骨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块 鸡腿后面的大骨的部分 我们用刀去除以后 也改成切成小块 切好的鸡块我们放入到盆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黄花菜也泡好了 我们先用剪刀剪去黄花菜底部的根结 因为根结比较硬 口感也不好 所以我们就不要了 一剪好的黄花菜呢 我们再用清水把它清洗一下 下面改刀切成段 切好后呢 我们放入到鸡块中 再准备香葱一根 切成葱丁 切好后我们也放入到盆中 生姜一块切片 切好后我们也放入到盆中 下面我们给盆中加入20克左右的料酒去腥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提味 再加入10克左右的花椒油提味 放入30克左右的蚝油提鲜 再放入少许的食盐入个底味 先用手我们把它抓拌均匀 抓拌到鸡块上浆后 加入少许的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这一步是为了锁住鸡肉中的汁水 最后我们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再次抓拌均匀 这样子可以保持肉质的嫩滑感 好 抓拌均匀后 我们放到一边 腌制20分钟 20分钟后 我们把腌制好的鸡块 均匀的放在盘中 准备一个蒸锅 锅里多加一些水 下面我们把鸡肉放入到笼屉上 盖上盖子 上汽后蒸30分钟 30分钟后 我们打开盖子 把蒸好的鸡夹出 这样一道黄花菜蒸滑鸡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呀 更多家常菜 请订阅点赞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